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面讲到我们要将心归给神 而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都特别提到听他的话就好像将人生建造在盘石上最稳固 而主很想得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爱做祂的门徒其实很合理是爱祂多过一切 如我们都好像玛利亚一样专主为大 也都经历主所说爱祂听祂命令就经历到祂的显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爱祂是美事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祂 你爱祂你就会认识祂 因为祂知道我的命 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 祂求过我 我就要应运祂 在急运中 神会帮我同在 祂要答过祂 祝享享受 你爱祂听祂说 帮你早死也有关系 祝享享受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祂 当你爱祂的喜乐 实际健康也好些 祂读完书那里不用说了 好像听到父亲的心声那样 我而将你的心给我 神就是要我们爱 像主帮比特说 你爱我妈 你这个宝贵 有一位在传语中是最珍贵你的爱 在世上的人可能当你爱不算什么 但有一位他太珍贵 我们的人生 我的心 我的爱 他不会糟蹋我们 他太太珍贵了 所以今天我每个人都有最宝贵的东西 你虽然没有很多外面的东西 但每个人都有个心 你的心就是你最宝贵的 你这个宝贵最宝贵的 你这个宝贵最宝贵的 你整个宝贵于马封 你说得很清楚 在登山宝粉里 之后说了什么 你のは要听他的话 例如一座樓的建筑在盘日上 不听他的话也有建筑在沙刀上 你的人生是怎样呢 建筑在盘日上和沙刀上 这些事情一定会经过难处,即是大风吹,暴雨,各种人击打,看着衣裳都坏了,但不会动摇的,如果我听他说,就看着在盘日上。 你的人生如何?如果你听的话,任你什么疫情,或者什么环境,没什么打到你,如果听的话,你会经历到他自己,没什么打你,如果他打你,才打你帮主关系,他打不到你帮主关系,是没什么打到你,全世界。 如果他打不到人生,就是你听他说的人生,你想不想你的人生如何?没什么打得低和圣一切,就是你靠他而听他说,保罗也是靠爱他的主,在世上得胜有缘。 我经过人生很多事情,有些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亲近主,经历他,爱他,听的话,这个环境你都会遇过,也会变成万事效力。 你发现,一身一样,主讲得很清楚,主讲了很多事情之后,最后都讲出,听不听。 一讲那么多事情,不听,有什么用,讲多少都。 主讲出来,他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但你不听我说。 主讲出来,他不是你的主来的,你有另一个主,就是其他主了你,拉了你去。 主讲出来,那六一方十四章,我很清楚,门徒是什么? 爱主多过爱一切,真的门徒是爱主多过一切,所以我使万人作门徒, 使他先信主,享受主的爱,爱主多过一切,他才能活出真门徒的生活。 主说,如果爱他多过一切,是不能做门徒,活不出的。 因为门徒是听师傅说的,不听他说是什么门徒呢? 例如你去学习,不听他说的,你怎么学到呢? 主说很真诚的,他说清楚。 如果不爱他多过爱你的命,你可能不做门徒。 爱他超过爱爸爸妈妈一切。 这不是什么超特其生活,这是今天正常的生活。 因为他当然会爱他多过一切,绝对。 你也很难不爱他多过一切,因为他真是无比,你怎么比主自己呢? 就算是马力亚,他真是蒙大英的,都是因为他听话。 他说,情愿照你的话,那天使说的话, 因为他自己这样的生子,一小时你知会带来多少麻烦。 甚至在药室方面,药室想优惠了。 但是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身上。 我觉得心灵很好。 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你有这样的人多好。 他说,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 所以他愿意听从,不计较有什么同类的后果。 他听神说。 所以马力亚,几蒙恩,神爱主成为人,都从他而出。 最后他都用心被刺透,因为主定是现在。 因为他愿意听从,所以神选出他。 而人数指 único 15 公历 却有信心者的 voyRAD 纽约十二章,十四章就是指我们,无论使民活还是死,都是 Häiente人。 如果要 Seven十四章的话,最清清楚。 如果人爱他的话就会遵守 Сам个命令。 我觉得最后他说太宝贵了,主要向他显然。 我上人都在导致加入现 makes mm s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更补给,只是主向你显然。 它就是替我守 Это一样,就是帮你� IC 来治 Skype 。 你想想你的一生,如果你心情烈主,跟祂说爱的时候,你被祂吸引着,祂帮你清水。